我是金慧 我目前还在武汉航空这个医区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目前我们整个湖泊 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 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吃 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 就是一个人 传染之后 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 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 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 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 现在正值纯洁家庆之际 天然地不恶劣 亲戚朋友 子女 都往家里干 都是为了和家团圆 在一起 七余顿 判年番 现在情况特殊 我希望大家 不要出门 不要聚会 不要聚传 纯洁 纯洁年年幼 只要人平安 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在一起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护博生 我们整个护博生 医疗物质情况 现在武汉市 整个医疗系统 及护博生的 整个医疗系统 都已经越过了 都已经越过了我们的三级 危机卫 及各个行政部门 市政府 深政府 透过各大媒体 再向社会法器 五字母娟 这个五字 是医疗五字 比如说 我现在戴的护目镜 戴的一次性的口罩 戴的一次性的手套 身上穿的这个隔离衣 甚至是隔离裤 这个五字 特别精确 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 凡是从临床下来的 现在全部都有 重新上了医疗 我现在想办理 就是在货线上 给大家录这个录像 就是为了让大家 引起精确 我再强调一次 春节放假期间 不要出门 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待着 要不然 我在前方平民 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 我的情人 他们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也知道 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 听看到我这些消息的人 相互打电话 相互通知 一定要做到 我希望大家能够 提高人生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而且报告一个大家一个很不耗的一个消息 这个 新型 冠状病毒 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 也就是说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症治疗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 这是要命令 那他的感染几率就不是一个人传染 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 传染身边14个人 那么他是请包发心致力 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 不要出门 不要窜门 不要集会 不要聚餐 谢谢大家